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鱼松花落金粉 龙齿台感含碧枝 姆哥在说什么 我是李白诗而已 摘你的衣服录得很漂亮 謝謝, 戴上衣服也不是輕如松花 念詩念全句 說說輕, 你知道最輕的是什麼嗎 我知道, 就是氫氣 全宇宙最多元素 不過由於它太輕 地球大氣層也幾乎沒有氫氣 地球的氫氣雖然很少 但很多物質, 例如水, 都很有氫 我們可以在那裡提煉出氫 說說氫氣 所以, 剛好一百年前 天文台開始放氫氣球上天空 然後用驚位移 一直追蹤它的方位和高度的變化 這樣就可以計算上空的空速 但如果雲很低, 就會遮住氣球嗎 問得好 所以在1951年開始 天文台用雷達追蹤氣球 你看, 氣球下面掛著的東西 就是用來反射雷達波的金松 話說回來 探測高空數據對我們有什麼用呢 第一, 我們有興趣的天地現象 例如雲、雨、行雷閃電 都在高空上發生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上空的情況 第二, 大概80年前 香港已經開始有商業民航 天文台要提供上空的風速和風向 飛機升降時就可以確保安全 其實今時今日, 高空探測已經全部自動化了 如果大家在京視拍附近的話 每天早或每晚大概七、八點鐘 都有機會看到天文台放上天空的氣球 那先人請住 Website 請住 休息中心 始終